两日过后,蜀夫人向个家地去邀铁,说明半夜澄清,让养女苏芝柔向张富将与其妻子的事道歉的事。一时间,经中议论纷纷,姜芷心神不安,觉得是自己连累了所有人。把事情闹大了,她特地等在了沈宁宁上学的路上,带上了少女的马车。姜芷才问,宁宁妹妹,我要不要也去跟蜀夫人道个歉?我应该跟她说明。 那天苏芝柔看见的或许是我,她话都莫说完,沈宁宁就直接打断。姜姐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分明是苏芝柔想要害人不成,她自食恶果,理应道歉呀。可是,她看到的是我。那又如何?她看到的,是她以为的和别人暗通款区的你。苏芝柔本身就不安好心。你还出面做什么?说话间,马车已经到了国家。 国学府的门口,姜芷被沈宁宁开解了两句。也想明白了,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鼻尖。这两天张富降在军营里,面色也不好。我几次看见她,都想解释。不过想想也对,跟我有什么关系?沈宁宁笑眯眯的点头。你这么想就对了。我已经答应了蜀夫人,会跟哥哥一起去她的宴会上。 只要有哥哥坐镇,不会有什么过分的事情发生的。到时不如你也跟着我一起去吧。看看苏芝柔怎么自食恶果。将只想了一下。那天我若是要练舞,就去不成了。再看情况。沈宁宁匆答应了一声。她赶着要去上课。 于是连忙让婉春拖着自己的小板车。就在这时,车帘外传来齐秀威轻柔的笑声。宁宁,我等你半天了。你怎么不下马车啊?说着,齐秀威下意识挑连,却见江志和沈宁宁在一块。她正了正,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宁宁,我不知你在会客。齐秀威连忙放下垂帘。沈宁宁下一秒就下了马车。笑眯眯地说。没关系。 小薇你也见过的。她是我朋友。江志从车窗处挑连,朝外看了一眼。齐秀威恰好抬头,与她对视上。两人同样都点了点头。沈宁宁让车夫送江指回军营附近,进过学府的路上。齐秀威小声问。宁宁,你的这个好朋友?她是女子吧?沈宁宁惊讶。你是怎么看出来的?齐秀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刚刚挑连的时候, 我率先看见一双小脚。男子的脚?没有那么小的。沈宁宁恍然大悟。她压低声音。小薇,你要替我保密。齐秀威连连点头。自然,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两人又提起苏家要办的宴会。商定到了那天。叫上叶长一和陆绍元。一起去苏家。沈宁宁正要去自己的客室。 却被梁义词拦住了去路。见她一脸严肃。齐秀威先有点紧张地,护在了沈宁宁跟前。你……你想干什么?梁义词可是会武功的。梁义词目光盯着沈宁宁。上前两步。随后道。你身为苍云国的公主,怎么能跟着那群长流国的人胡来?沈宁宁反问。我做什么了?梁义词生气道。你还明知故问。秀木那群人在客栈里,拿一两碎银。 就想买少女的险。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你不仅不阻止。听说,你还跟着他们一起。齐秀威声音弱弱地替沈宁宁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她刚说话,就被沈宁宁按住了手背。少女昂起俏丽的眉眼。看着梁义词,满眼都是问心无愧的坦荡。梁义词。我觉得,你不要把人想得太坏了。你应该好好的去打听了解一下。这件事早就停下来了。 而且,你以为百姓们都是傻瓜吗?他们都是自愿的。为了银子罢了。真的吃亏的。不知是谁呢?你与其来质问我。不如再去多多打听打听。说吧。沈宁宁拉着齐秀威的手腕。我要去上课了。你也快去吧。看着他淡然离去。梁义词暗中皱了皱眉。苏府半夜那日,沈宁宁和莫林威先赶来。没过一会,叶长衣带着齐秀威。 莫林威也来了。莫林威拉着沈宁宁去献了蜀夫人。何必办这场宴会?既是苏芝柔做错的事。您应该让她自己面对。何苦亲自出面?蜀夫人笑了笑。我既是她养母。她闯了这样的祸。哪有做着不管的道理?说着,她让丫鬟拿出一个锦盒,递给沈宁宁。这是我从蜀州带回来的真玉。知道宁宁有喜欢收集玉的习惯。故儿带了回来。宁宁,你瞧,你瞧。 好像喜不喜欢?沈宁宁打开一看。真玉通体透粉。更像是冰流离。少女展颜笑了。夫人一向疼我。每次从外面回来,都给我带礼物。蜀夫人拉着她的手,笑着拍了两下。我哪能不疼你?她意犹所指的,看了一眼莫林威。王后说不定,我们还要成为更亲密的一家人呢。沈宁宁没听懂。莫林威却抿了抿唇。压下眼中淡淡的逾越。我们已经是家人了呀。 沈宁宁眉眼弯弯。大气俏眉的长相。颇得人喜爱。莫林威起身。拉过她的手腕。我和沈宁宁先去前院了。今日来的宾客多。其中万一有看笑话的。我替您教训她。蜀夫人摆摆手。应当不会有人那么不懂事。你且放心。与此同时,陈少北也来了。她一眼就看见在苏府前院里。到处张望的僵直。她眼神冷了了。 上前抓住僵直的手腕。将她带去了假山后的一间赏花屋里。门窗紧闭。阳光透进窗友。唯有两道和煦的光。你怎么来了?我不是给你休假了吗?陈少北拟眉。她就是不想僵直再因为这件事出现。僵直反而没领悟她的担心。直到。是宁宁说让我来的。陈少北沉谋。虽不知沈宁宁是什么想法。但她觉得苏芝柔已经盯上了僵直。 再让她出现在此处不合适。故而她道。先走吧。今天是苏芝柔给张富将道歉的眼。如果让她看见你。只怕她不会轻易放你离开。何况今日来苏府的人这么多。倘若真的让大家知道江芝是女子。她就没办法继续在陈家军的兵营里待着了。江芝正要说话。陈少北却敏锐地感觉到窗子外有一道人影。她猛地扬声。谁在外头?只听一道清脆的女声。 齐小姐。你跑什么啊?等等我。陈少北快步拉开门。却没看见是谁从旁边过去了。只望见一个穿着鹅黄色衣裙的背影。绕过不远处的垂花门拐角。她皱了皱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方才那人说的齐姑娘。难道是齐秀薇?陈少北让江芝立刻离开苏府。免得惹来麻烦。江芝反倒是迟疑了一下。将军。 碑芝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既然我们不曾做错什么。为何要躲?陈少北陈生。人言可畏。你不得不必。江芝明锦纯线。她想了想。自己倒是无所谓。毕竟。明明说得对。她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害怕的。不过,为了不影响到陈少北的声誉。她还是决定先离开了。没想到。江芝刚走到外院。 就被鼠夫人派来的丫鬟拦住了。陈少北远远的。看见江芝皱起眉头。正在听丫鬟说什么。不一会。她居然跟着丫鬟往反方向走了。看样子。是去献鼠夫人了。陈少北轻皱眉头。余光瞥见。苏府的家丁将客栈的掌柜也请来了。这么说。是打算当场指认到底是谁常常出入那间屋子。陈少北心中感到不好。她即刻去找莫林薇。 和沈宁明。蜀夫人的屋内。江芝站在她面前。低着头。苏芝柔仗着自己由蜀夫人撑腰。颇有些得意。母亲。您看吧。我就说我没有撒谎。她真的是女子。方才丫鬟已经在江芝的同意下。为她搜过身了。确实是女儿身不假。蜀夫人有些莫回过神来。倘若这个将士是女子。她还一直留在陈家军的兵营里。若是传出去。 岂不是惹麻烦。蜀夫人自然不愿连累旁人。她对江芝道。这次将你请进来。只是想弄清楚当日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个养女。虽然平时被我宠得有些冲动了。但她不会说胡话。江。江姑娘。那几日一直是你出入客栈。可是。江芝已经镇定了下来。她垂手承认了。苏芝柔迫不及待地将脏水泼给她。母亲。 当初我脚踝受伤。在军营里休息时。就看见陈绍北将军一直维护她。两人关系匪浅。说不定。芝柔。蜀夫人呵斥一声。面色严肃。苏芝柔抿了抿唇。有些不甘地看了一眼江芝。这时。江芝拱手开口。样子落落大方。蜀夫人。卑芝不想隐瞒什么。卑芝确实是女子。跟将军没有任何亲密关系。 之所以反复出入客栈。是因为将军可怜卑芝。就在客栈里。开了一间屋子。给卑芝沐浴休息使用。我们不曾做过出格的事。倒是苏姑娘。上次贸然在军营门口摔倒。将军怜悯。让人将她抬进来。她不仅愚灭卑芝,要轻薄她。如今离开了。还盯着陈将军的一言一行。一点小事就闹得满城风雨。卑芝倒是想问问。苏姑娘。你到底想做什么? 苏芝柔被江指着一连串的结问给砸晕了。她面色一白。彭芝被人看中心底的盘算。母亲。苏芝柔只能向蜀夫人求助。她这样说。光是我们信了哪儿够。应该再叫宾客们聚集过来。听她解释。还女儿的公道。不然张富江的气也无处可撒。蜀夫人拍了一掌桌面。胡闹。她看向苏芝柔。你的错是你自己犯的。没有弄清楚真相。 就去张家挑拨。本就是你不对。今日的宴上。你需自己好好的向张富江夫妇道歉。苏芝柔呼吸一致。指着江指。那她呢?蜀夫人语气淡淡。江姑娘。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不会对外声张。但是,我要奉劝你。你这样隐瞒身份。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未免以后出现更多的麻烦。你还是早与陈将军商量解决之法吧。 江指拱手。多谢蜀夫人。卑职明白。她走了。苏芝柔气地跺脚。母亲。我。蜀夫人打断她的抱怨。芝柔。你若是再这样不懂事。我今夜就送你回蜀州。苏芝柔不甘心。却也只能将这口气焰了下来。蜀夫人站起身。走吧。随我去陪伴宾客。也快到开宴的时辰了。等会你见到张富江夫妇。 好好认错道歉。知错就改,并不丢人。要记得,往后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才好。苏芝柔垂眉大眼地跟在她身后。有气无力地恩了一声。然而,两人刚走出回廊。就有前院的一名丫鬟跑来。夫人。小姐。不好了。方才离开的那位姜姑娘。被张富江拦住了。什么?蜀夫人面色一变。为何?丫鬟急匆匆地说。好像是什么? 不是有人告诉张富江。其实咱们小姐看见的是姜姑娘。但不好意思明说。故而借由她的名义。将这件事揭露了出来。张富江当众质问姜姑娘是不是女子之身。陈将军已经动怒了。太子和公主都过去了。您也赶紧去看看吧。蜀夫人快不敢去。快走。别让他们为此事吵起来才好。苏芝柔提群。眼底是抑制不住的欣喜。原来除了她。还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件事。 正院里。已经闹了起来。张富江揪着姜姑娘的袖子。非要她证明自己。陈绍北挡在中间。蜜色道。张池。松开。张富江看着她。将军。如果她是女的。不能留在我们的军营里。卑职怕您也被瞒在谷中。姜姑娘。有本事你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你不是女的。否则你让我们整个陈家军怎么面对世人。 江指咬着唇。几次要开口。都被陈绍北打断了。陈绍北声音冷冷。我不管是谁告诉你的这些传言。都不是真的。江指是我招进来的府兵。我对他所有言行负责。你如果还是我的兵。就放手。不管有什么事。我们回军营了。再商量处置。张富江迟疑了一下。渐渐松开手。陈绍北沉着脸。要带江指走。今日来赴宴的兵客。 都是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但身份最高的。要属莫林威和沈宁宁。他俩站在旁边尚未开口。其余人更不好说什么。莫林威看了一眼在场的众人。他倒是不担心别的。只是怕江指出事。反而让沈宁宁不高兴。于是。他终于冷声开口。先回去吧。你们的事。弄清楚了再说也不迟。陈绍北拽住江指的手腕正要离开。没想到。 江指却低着头。江在了原地。莫林威扬眉。陈绍北也有些诧异。他回过头去。只见江指微垂的面色。略有羞愧。他嘀嘀的声音。只有陈绍北听得到。大家已经怀疑我了。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反而是心虚。更会连累将军。陈绍北闻言一正。猜到他想做什么了。当注众人的面。江指摘下树发。瀑布般的黑发披散下。 我确实是女子。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陈绍北皱紧了眉头。江指。他到底知不知道。这魔作。会给自己带来多少麻烦。张副将已经傻了。没想到。传言竟是真的。他狐疑的目光。看向陈绍北。又看了看江指。我姓江。单名指。指花的指。多年前。陈将军见我身手不错。 愿意给我一个跟军力练的机会。于是我通过比武大会。成为陈家的府兵。后来去了火兵营。虽然我为女子。但江俊爵没有多多照顾我。对我更是一时同仁。我们更是没有任何可疑的亲密关系。这句话。倒是让张副将认可地点了点头。江指是女的。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生活了好几年。他们都没认出来。陈绍北就更不用说了。他终日忙得很。 看起来也不像是会和江指在外面胡来的人。我今日再次澄清。是不想有人再利用这件事。鱼灭将军亦会是陈家军的威名。他们都是保家卫国的将士。值得尊敬。我骗了众人。是我不对。我愿意离开军营。张副将终于弄清楚了。他顿时道。你怎么能走?你的拳法好得很。离开军营。简直是我们的一大损失。误会解释清楚不就好了。 再说了。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就是那苏姑娘不怀好意。也不知怎么得罪她了。说这话时。蜀夫人恰好带着苏芝柔赶来。苏芝柔见大家已经知道了。更加有底气般。我早就说了。我没有看错。要是江指真如自己说的那样干净。跟将军清清白白。试问。将军为何又要给他在客栈里单开一间屋子。陈绍北林立的眼神看过去。 江指的军务原因。不便回家休整。故而在距离军营最近的客栈为他开了一间屋子。莫非也影响到你了?苏姑娘。苏芝柔面色僵了僵。一开目光。故作可怜道。我当然不敢忘义什么。将军和江兄弟。哦不。是江姑娘。问心无愧就好。江指上前半步。我们本来就问心无愧。苏芝柔于光看见陈绍北的面色。心中高兴极了。 谁让他们当时要为难他呢?他略施小技。就能降将只从军营里赶走。陈家军可是从来没有收过女兵的。就算陈绍北愿意。他父亲郑北将军也不会同意。蜀夫人打圆场。既然是误会一场。此事就做罢吧。本身也是我们芝柔不好。没弄清楚情况。还说错了话。芝柔。还不赶紧给张副将和张夫人道歉。苏芝柔这下总算乖乖道歉。 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明天。满京城都会传江指和陈绍北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张副将却皱了皱眉。有些不安地看着自家将军。他觉得自己好像冲动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道声音。不好意思。我来迟了。众人回眸。沈宁宁以金主洞走过去。挽住那人的胳膊。不迟。清代移移。你来得正好。大家没想到。 素有金国不让须眉威名的女将军方清代进来了。方清代先给太子莫灵威请安。又走到主家蜀夫人面前。互相献了礼。随后。她才看向陈绍北。孝柱问。陈将军。听说你兵营里出来了一个全法了德的人。叫江指。侍卫姑娘。你将她的名蝶给我吧。我那正确人手。在场之人。除了沈宁宁。都是一惊。 连江指自己都愣住了。她看向沈宁宁。发现少女朝她挑了挑戴眉。原来。沈宁宁早就给她想好了退路。少女考虑到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江指不能继续留在陈家军里了。但那又有什么要紧。沧云国正好有一位战功显赫的女将军。方清代。她说要江指。谁还敢在传她的不是。沈宁宁招了招手。江姐姐。你快过来。见过清代姨姨。 江指回过神。上前抱拳问好。参见方将军。方清代含笑点头。宁宁早就跟我夸你了。说你的通胜拳打得很好。擅长近身作战。正是我手下稀缺的人才。江指没有马上答应。犹豫地看向陈少北。方清代会议。笑着问陈少北。陈将军。你该不会舍不得放人吧。如今的情况。江指去方清代的军营里。对她更好。 她沉默了一瞬。才道。不会舍不得。江指是个有才能的人。我相信她去哪儿都能更出色。方清代拉着江指的手。我的清云营缺一个副将。从今天起。你便是清云副将了。江指险些被这样天大的惊喜杂晕。她睁圆了眼眸。感到不可思议。沈宁宁带头叫好。清云营能上阵杀敌。江姐姐。你的梦想快实现了。 江指还回不过神来。她看了看方清代。又看向陈少北。后者朝她微微点头。也展露一抹清润的微笑。陈少北很清楚。跟着方清代。江指会有更大的成就。众人也都纷纷祝贺。莫灵微笑道。听说江指在火兵营里对火药的研究也出有成效。既然是能人。我父皇也莫一见的话。何不胜任两处职责。平时跟着清云营。 闲暇时。再去陈家军继续研究火炮。江指自然没石磨意见。陈少北和方清代也连声说好。所有人笑着恭贺。唯有站在一旁的苏芝柔傻眼了。她不是害得江指被迫从军营里离开吗?怎么一个方清代出现?江指居然彻底翻身了。苏芝柔僵硬的面色。在跟沈宁宁不动声色的笑容对世上的时候。彻底呆住。她恍然明白过来。 沈宁宁走一步看三步。早就算到她想干神魔了。所以。方清代是她给江指找来的后路。更是提醒大家。军营里有女子有何不行的?他们还有女将军呢?方清代的显赫战功。那可是一座极有底气的大山。就在这时。陈少北问张副将。你说有人告诉你。江指是女子。这话最开始是谁同你的说的?张副将扭头。 看向了身后。不远处。齐秀薇和家人正站在一起。原本笑眯眯的看着这里。然而。当众人目光移过来的时候。齐秀薇正了正。沈宁宁缓缓缓皱起戴霉。小薇透露了江指的身份。怎么可能呢?陈少北想起来。她跟江指在暖阁里说话的时候。外头就有人偷听。当追出去看的时候。只瞧现一抹鹅黄色的裙碑。而今日。 齐秀薇穿的就是鹅黄色的衣裳。陈少北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她仔细问张副将。说清楚。到底是谁找你说的?张副将指着齐秀薇身后的小丫鬟。就是她。齐秀薇一惊。回头看去。她的贴身丫鬟踩云心虚地低下了头。踩云。 你。齐秀薇错愕不已。沈宁宁目光复杂。她想起来。那天告诉齐秀薇真相的时候。她也带着这名丫鬟。或许是采云偷听去了。而不是齐秀薇告诉她的呢。沈宁宁总觉得齐秀薇不是这样的人。采云见大家黑压压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顿时吓得跪在地上。哭了出来。奴婢是无意中得知这件事的。跟小姐没有关系。无意。 陈少北声音急剧压迫感。你倒是说清楚。怎么各无一法。采云眼神慌乱。有一次上街。奴婢看见。看现将姑娘进了客栈。陈少北冷吃。何日。何时。简单地逼问。却让采云哆嗦起来。正在她躊躇之际。突然。采云猛地撞上一旁的柱子。碰。得一声闷响。鲜血四溅。周围看着的龟秀们。 发出惊叫。莫灵薇第一时间捂住了沈宁宁的眼睛。而少女却已经看见采云朝柱子撞了过去。小脸煞白。哥哥。她真的撞了。耳边。传来齐秀薇七黄的喊声。采云。采云你醒醒啊。沈宁宁听出了齐秀薇的无助。她连忙想去帮忙。但莫灵薇 拉住了她的手腕。别去了。她声音沉稳。 透着淡淡地冷。那个丫鬟已经死了。 陈绍北确认过了。沈宁宁浑身一抖。 明明是这磨小的事。采云喂食魔要自尽。 属夫人面无血色。 连苏枝柔都吓得忘记了眨眼。 古朴雅韵的庭院里。 只有齐秀薇蹲在采云的尸首边。 哭得伤心。 这可是伺候了她十年的避命。 陈绍北再多的疑问。 也没法询问了。 采云用死。 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江罪明揽了下去。 最后。 还是蜀夫人重振心神。 站出来江燕慧提前解散了。 不过大家看齐秀薇的眼神。 多少还是有了点变化。 明眼人都觉得。 采云是为了护主。 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齐秀薇心情黯然。 她带来的家仆。 扛住采云的尸首。 看着她独自一人走出府邸。 沈宁宁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追过去。 齐秀薇听见背后的脚步声。 她微微侧眸。 白净的脸上是无尽的哀伤。 宁宁。 我没有背叛你。 我真的没有说。 沈宁宁漆黑的眸光闪烁。 我相信你。 小薇。 别人都不相信。 我也相信你不会这么做。 我会将害你的人揪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齐秀薇垂眸。 落下一滴眼泪。 她嘴唇动了动。 好像说了一声谢谢。 沈宁宁看着她落寞的身影上了马车。 随后离去。 少女在原地站了许久。 有些心疼。 莫灵薇不知何时来到她身后。 走吧。 太阳要下山了。 我送你回家。 沈宁宁开心不起来。 只点了点头。 见她这副样子。 莫灵薇为了哄她开心。 先骂了几句陈少北。 她太冲动了。 又想未将直讨公道。 所以,再会当场逼问齐秀薇。 我一定替你训她。 沈宁宁摇头。 算了,哥哥。 陈少北也莫做错什么。 这其中必然有人挑拨。 她一开始怀疑是苏芝柔。 但是刚刚是发誓。 沈宁宁不是没有留意过苏芝柔的表情。 她像是很惊讶一样。 这件事除了她。 居然还有别人知道。 两人结伴回去。 打算跟属夫人道个别就走。 没想到半道上。 碰见陈少北和姜芝在等她。 宁宁妹妹。 姜芝上来。 便有些焦急。 我的是连累七姑娘了。 对不起。 陈少北也皱着眉头道。 方才我问得太急。 忘了换个地方再查。 才酿成悲剧。 十分抱歉,公主殿下。 沈宁宁摆摆手。 事情已经这样了。 当务之急。 是我要弄清楚。 你们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陈大将军。 你为石魔也会觉得是小微告密的。 陈少北陈谋。 将她看到的那一抹偷听的鹅黄色裙子。 说给了沈宁宁听。 沈宁宁疑惑。 今日来参加宴会的贵女不知烦击。 穿那样颜色衣裙的人也有很多。 光是这样。 不能断然决定是小微前的。 有一件事。 让沈宁宁想不明白。 采云是齐秀薇的贴身婢女。 从小就见过她跟在齐秀薇身边伺候。 如果真的有人收买她。 采云是不可能背叛齐秀薇才对。 最后还用那么激烈的方法自尽。 幸好张富江夫妇俩也有些内疚。 总觉得害了一个姑娘。 所以还没走。 墨灵薇又让他们回来。 跟沈宁宁好好形容清楚。 当初采云是怎么跟张富江说的。 墨江记得。 采云走过来的时候。 低住头。 说话很小声。 眼神不住地左顾右盼。 当时只有她一个人。 她好像很怕别人听到她说的话。 张富江摸着胡子回忆。 张夫人跟着想了想。 马上到。 她还一直回头看那边的垂花门。 沈宁宁顺住张夫人止住的方向看过去。 那道垂花门连街外院和内院。 沈宁宁连忙提群过去。 仔细小心地左右观察。 拨开草丛。 她发现。 垂花门后不起眼的角落。 竟然有一个脚印。 墨灵薇眯谋。 前不久下过雨。 这里被扬。 泥土是湿的。 留下了印子。 众人蹲下来看。 这个脚印很大。 不像女子的。 奇怪。 墨飞收买彩云的人。 是一位男子。 很多的一点重重。 沈宁宁去县属夫人的时候。 请她安排饥个性地过的家丁看守现场。 她要去搬救兵。 来彻查此事。 第二天。 沈宁宁带着二哥谢明安。 还有她的黑狼王来了。 属夫人热情招待。 苏芝柔躲在门后观察。 黑狼王趴在沈宁宁的脚边。 狼童悠悠。 吓得苏芝柔不敢进来。 属夫人送上热茶。 谢明安便道。 多谢属夫人。 不过今日妹妹邀我来查钥匙。 我这个人。 有案子就坐不住。 定要第一时间去查得清楚。 说吧。 她扬眉一笑。 颇为字意倜躺。 谢明安对沈宁宁道。 你坐在这里喝茶。 我先去你说的地方看一看。 沈宁宁捧着茶杯眨了眨大眼睛。 臭二哥不需要我帮你指路吗? 不用。 有些可疑的细节。 就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说吧。 谢明安先向属夫人告了一声罪。 可能要在您府底上讨扰了。 属夫人倒不在意。 谢大人尽管车查吧。 事关宁宁的朋友。 又是在我府上发生的事。 我岂能坐之不理。 于是。 谢明安拱手。 便转身出去了。 沈宁宁跟属夫人坐在厅堂里喝茶谈笑。 一抬眼。 看见苏之柔还立在门口。 脸上那小心翼翼的模样。 让沈宁宁抿了鸣粉唇。 少女放下茶盏。 你想看就进来。 我狼爹他不会轻易伤人的。 苏之柔果断摇头。 当住属夫人的面。 他声音十分柔弱。 算了。 我还是害怕。 黑狼王强壮得像一只黑熊。 刚刚打哈欠的时候。 看见他的獠牙尖利得狠。 那强而有力的四只狼爪。 可以将一个成年人瞬间撕碎。 苏之柔有自知之明。 他跟沈宁宁关系不好。 万一沈宁宁让黑狼王吃了他。 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他又不想让沈宁宁在属夫人面前献殷勤。 何况。 他知道今日沈宁宁是为了其秀威的事儿来。 所以他想听个究竟。 不愿意直接离开。 蜀夫人看着他畏畏缩缩的模样。 反而叹气。 芝柔。 你先回房吧。 一直在这。 显得他局促。 苏之柔有些不甘。 但蜀夫人都开口了。 他再也没理由留下。 只能慢吞吞地走了。 带回到屋子里。 他关上房门。 一脸不高兴。 苏之柔坐在梳妆镜前。 眼神怨毒地抱怨。 这魔不喜欢我。 何必说我为养女。 事事不如我心就算了。 还不停地偏袒沈宁宁。 他说着。 一抬头的瞬间。 从镜子里看见身后光影的角落里。 站着一个黑衣蒙面的男人。 苏之柔吓了一跳。 急忙回头看去。 再看清楚对方的眼神后。 他松了口气。 怎么又是你? 你到底是谁? 每次都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房里。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喊人来了。 男人开口。 声音是刻意压住的低沉。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你只要知道。 在整个苍云国。 只有我会为你出生入死。 别人。 都只把你当陪衬。 这话说中了苏之柔心里的不甘。 他咬紧下唇。 那你到底是谁? 是能帮你的人。 你昨天说你希望僵止的事被公之于众。 你看。 我不是为你做到了吗? 男人的话。 让苏之柔陷入沉思。 没错。 他昨天离开房门前。 也献了这个蒙面男人一面。 他本以为对方说着我而已。 毕竟他连面貌都不敢试人。 但没想到。 竟当真挑拨的大家怀疑到齐秀威身上去了。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他怂恿的。 不仅将他摘得前前进进。 还破坏了沈宁明跟齐秀威的友情。 苏之柔心里的恶念滋生。 更有些得意。 好像这蒙面男人。 就是他的依靠。 能帮他达成任何事一样。 他瞇了瞇眼。 你能帮我继续挑拨沈宁明和齐秀威的关系吗? 正好借着这件事。 让他俩决恋。 谁让沈宁明不带陷他。 连带着齐秀威也不怎么搭理他。 将指他是不稀罕针对了。 毕竟他都去了方清代将军呢。 廖翔也没事摸好下手的地方。 但是其秀威不一样。 他正是危难之时。 沈宁明若能被挑拨。 两人一定会绝恋。 苏之柔就是不想看见他们关系那摩好。 黑衣人沉默了。 好一会才点头。 我尽量。 他身形一闪。 跃出窗户不现了。 与此同时。 谢明安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回去正听了。 臭二个。 有什么发现吗? 你们说的那个脚印我看了。 寻常男子脚印的大小。 光是这个苏府里符合脚形的家丁。 就不下十五个。 更何况当天来的宾客那么多。 不可能挨个聚合对角的大小。 谢明安一边说。 一边请丫鬟去弄清水来洗手。 沈宁宁闻言。 有些沮丧的脱腮。 这魔说。 就是查不到任何可疑了。 属夫人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 查不到也不要紧。 我们都知道, 齐姑娘的未然。 大家不会怀疑他的。 到时候, 明明再办个宴会。 邀请他一同参与。 就好了。 沈宁明却不正魔想。 齐秀薇心思细腻敏感。 总是为他人着想。 出了这种事。 如果不能彻底查清楚, 到底是谁所谓。 恐怕他会很介怀。 谢明安寒笑看他一眼。 你叫一声好二哥。 我就告诉你一个新发现。 沈宁宁抬起水灵灵的黑眸。 娇称地瞪他一眼。 臭二哥。 你不说。 我就不理你。 三天不理你。 谢明安文言微微皱眉。 这就太不讲道理了。 从前威胁都只说一天不理。 现在变成三天了。 小莫良心。 罢了。 谁让你是我妹。 告诉你也无妨。 等着。 恰好丫鬟端来一盆干净的清水。 他将翻过泥土的手搓洗干净。 谢明安道。 过来看。 沈宁宁连忙好奇地走过去。 只见谢明安手里。 不知何时捏着一颗细小浑渊的珍珠。 少女困惑。 这是。 很常见的珍珠。 一般都镶嵌在衣服上。 座位装饰所用。 谢明安说。 沈宁宁跟着点头。 所以这有什么奇异之处。 你看颜色。 仔细看。 经由谢明安提醒。 沈宁宁才发现。 这颗珍珠有点发黑。 他撅嘴。 就是普通的珍珠吗? 橙色不好而已。 非也。 谢明安摇头。 你闻闻。 是不是有香味? 沈宁宁嗅了嗅。 真的啊。 有一股淡淡的香。 谢明安让鼠夫人也来闻了两下。 确认确实有香味。 不过,这又能说明什么。 谢明安淡淡一笑。 小妹。 你记好了。 今天二哥就教你一课。 古书上增说。 珍珠碰到射香, 就会变黑。 我在你们说过的草丛周围寻找。 发现正有一颗小珍珠。 珍珠,应当是衣服上掉下来的。 但那人不知道。 现在我再考考你。 这颗珍珠, 卫神魔慧和射香联系到一起。 沈宁宁困惑地挠了挠小脸。 衣服上的珍珠, 难道是衣服上的熏香? 让珍珠变黑了。 你再想想。 射香昂贵。 怎么会拿来熏衣服? 听言。 沈宁宁恍然大悟。 是室内的熏香。 穿着这件衣服的人, 必然在某个熏了射香的室内。 停留了不短的时间。 蜀夫人也明白了。 她问。 可是这个怎么能精准确定? 到底是谁呢? 毕竟昨日来的都是达官贵人。 用射香的熏香。 再正常不过了。 谢明安笑了起来。 谋狭长。 尹绰约。 是啊。 她漫不经心的样子。 却更让人觉得胸有成竹。 但能将珍珠熏成黑色。 必然是经常靠着燃烧射香的炉子。 亦或是随身佩戴射香香囊。 射香一般只是作为香料的一种。 但像这魔喜欢这个味道的人。 在京城里, 其实就拿魔机个人。 沈宁宁眨眨了眨眼睛。 谁? 谢明安一笑。 拉住她的手腕。 走。 二哥带你去香料铺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少女被她拉走。 自家二哥查起案子来。 就激动得很。 她仓促回头。 跟蜀夫人说再现。 随后就被一路拖走。 黑狼王窜起来。 跟着跑了。 犹如一道黑影。 他们走后。 蜀夫人沉着眉头回忆。 射香? 她记得苏芝柔很爱用的一种香料酱。 于美人。 这款香料就是射香味主。 蜀夫人眼神一深。 叫莱丫环。 去悄悄地打听。 昨天其家丫环找张富将之前。 小姐都在哪儿? 在做什么? 香料店里。 掌柜的恭敬拿出订货的卷册给谢明安和沈宁明看。 他们来了有一炷香的时间了。 谢明安跟掌柜说。 想买最为畅销的一款射香主要的熏香。 让掌柜推荐。 于是热情的掌柜便直接将卷册拿出来了。 两位贵人瞧。 这个。 于美人。 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熏香。 和有十二种香料。 摄香味主。 配有蓝香籽。 枝花等。 还有西域进贡来的一味名香。 很多达官贵人都喜欢这一款。 现在买。 三十两就能买一小盒带回去试试。 沈宁宁打开闻了闻。 倒是闻不出来跟珍珠上的味道是否相似。 他转眼去看谢明安。 只见自家二哥背着手。 也不来看这款。 于美人。 而是在店铺里到处看别的香料。 掌柜的凑上钱。 公子是不喜欢。 于美人。 那换一款吧。 这个。 天夜星。 也很不错。 最适合您这样玉树临风般的人物了。 谢明安摇头。 我再看看。 掌柜的便只能暂且离开。 让他们兄妹俩自己好好选拣。 沈宁宁走到自家二哥身边。 压低声音。 臭二哥。 你这是干石魔。 卷策你不看吗? 说不定有线索呢。 谢明安邪你妹妹一眼。 伸手捏了一下他小巧的鼻子。 笨。 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名字。 咱们要挨个分析到什么时候。 何况我刚刚扫了一眼。 上面那些名字。 都不是大主顾。 能把珍珠熏的半黑的香薰。 必然是使用过多。 一般的大户人家不是散户。 来买香料。 又岂会在他那个册子上留下痕迹。 沈宁宁恍然大悟。 谢明安的意思是。 达官贵人不管是买衣服还是香薰这样的东西。 都是下的订单。 那都是一张张单独的票据。 绝不是像这样随便记录在册子上。 谢明安拿起一抹之子香的香薰。 闻了闻。 这个适合你。 他说着。 就要去付钱。 沈宁宁征元水眸。 拽住他的手腕。 臭二哥。 我们不查了。 查? 不过这种事。 要等机缘。 你直接去问。 掌柜的反而怀疑。 容易打草惊蛇。 等等就是。 谢明安去柜台前副长。 铺子里此时有不少宾客。 都在结伴挑香料。 沈宁宁百无聊赖之际。 忽然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走入铺中。 其夫人。 少女眨了眨眼睛。 其秀薇的母亲御室带着丫鬟入内。 抬头就看见人群中娇融精致的公主。 她顿时上前。 饱满的笑容充斥在脸上。 臣妇参见公主。 怎么你也来挑香料吗? 正好谢明安买完香料, 回到沈宁宁身边。 顺势就回答了。 是。 其夫人也是为了买香料来的。 你如果是行家的话, 不如推荐几样。 我想买一些适合小妹的。 奈何她不肯乱花我的银子。 总说莫必要。 沈宁宁用手肘对了她一下。 谁说舍不得了。 我那是懒得跳。 其夫人笑盈盈的。 你们兄妹二人感情真好。 说到香料。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推荐的。 我不算是这方面的行家。 但我们一家。 用的都是。 于美人。 兄妹俩听言。 对视了一眼。 其夫人没有察觉异样。 还在说。 这款薰香最近很出名。 经理不少人家都在用。 贵是贵了点。 但味道很是好闻。 你们瞧。 我这不就是来下新的订单吗? 她与毕。 那边掌柜已经赢了过来。 其夫人一看就是大主顾。 还是熟客。 掌柜的更为热情的款待。 那我先失陪了。 其夫人笑着点了点头。 还不忘跟沈宁宁道。 最近薇尔心情不佳。 听说是在苏府里闹了误会。 她一向听公主的话。 若是公主得空。 不妨去劝劝她。 沈宁宁还没回答。 谢明安就道。 我小妹方才还在说这件事。 她正有此意。 择日不如撞日。 一会就去吧。 沈宁宁瞪圆了眼睛。 气呼呼地看向谢明安。 臭二哥怎么替人做决定啊? 其夫人一正。 玄机笑道。 自然莫问题。 你们且先等我片刻。 我去填了订单就来。 见她走远。 沈宁宁才揪着自家二哥的胳膊。 臭二哥。 你怎么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这个齐家给我感觉很怪。 齐秀薇看起来是最有可能教唆采云告密的人。 现在各种线索都跟她相关。 故而我觉得理应去欺负探一探虚实。 沈宁宁无奈地叹气。 好吧。 她只是没想到怎么面对小薇。 毕竟, 她可是答应过。 她会彻查此事。 给齐秀薇一个公道。 但现在还没头绪呢。 等去了齐府。 齐夫人高兴地吩咐丫鬟。 去告诉温儿。 公主来看望她了。 让她梳洗打扮。 来正听献客人。 然而。 管家却匆匆走来。 她面色带着几分焦急。 夫人。 您总算回来了。 不好了。 老夫人刚刚咽气了。 郎中都来了。 说老夫人急火攻心。 财。 您快去看看吧。 齐夫人脸色苍白。 手里拿着的锦盒烹的一下掉在地上。 她顾不得还站在厅堂里的谢明安与沈宁明兄妹二人。 匆匆跟着管家走了。 沈宁宁皱着带眉。 臭二哥。 我就说我们来得好像不是时候。 谢明安一笑。 那可不一定。 他眸色深黑。 透着一股莫名的悠悠。 走。 我们也去看看。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 沈宁宁刚想说这样不太好。 却被谢明安强势地拽住手腕。 跟着管家的方向去了。 到了老夫人的院子外。 看见里面沾满了啜泣的蒲丛。 齐夫人和齐秀薇的哭声不断地从内屋传来。 娘。 祖母。 郎中从里面出来。 齐夫人抹着眼泪。 被丫鬟扶着跟在一旁。 听郎中摇头。 说道。 请恕老夫直言。 老夫人死得蹊跷。 不像是。 寻常的生老病死。 而恐流血。 更像是毒发身亡。 什么? 齐夫人吓得浑身一惊。 毒。 毒发。 怎么可能呢? 我们一直很谨慎地照顾她。 哪怕老夫人一直身体不佳。 昏昏睡着。 我们也都小心伺候。 不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郎中抿了抿唇。 倘若各位贵人愿意。 可以去找武座来查。 也许会查出真相。 言下之意。 就是要剖诗了。 齐夫人是个没有主见的。 文言只能哭得更加伤心。 老夫人真是苦命。 就在这时。 齐大人得知消息。 也从府衙赶了回来。 她一路喊着。 母亲。 母亲。 经过沈宁宁身边的时候。 齐大人差点因为悲痛而亮枪摔倒。 好在管家扶着了她。 她哭着跑进了屋子。 谢明安看着她的背影。 感到疑惑地皱了皱眉。 沈宁宁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她拽了拽谢明安的袖子。 小声说。 臭二哥。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等小微他们解决了事。 我们再来祈福吧。 没想到。 她刚说完。 谢明安就抓着她的手举起来。 她高呼。 齐夫人。 我从前也做过五座。 我妹妹说让我帮你们彻查。 沈宁宁邓远水谋。 二哥。 你。 齐夫人正是六神无主的时候。 文言当即点了点头。 哭着道。 公主殿下。 您真是好人。 那就麻烦你了。 屋内的齐大人却在此时传来一声怒吼。 这是我们的家事。 岂能假手于外人来彻查。 话落。 齐大人从屋内出来。 面色阴沉。 脸上油挂泪痕。 碍于沈宁宁的身份。 她不得不将与其放缓。 公主殿下。 谢大人。 感谢你们伸出援手。 但我们遇到了这种事。 还是想关起门来自己处理。 她伸手。 做了个请的姿势。 就不劳烦你们受累了。 改日事情处理完毕。 在下一定设宴款待二位。 仪表歉意。 沈宁宁觉得齐大人的反应很奇怪。 自己的母亲一次中毒死了。 有人愿意帮忙彻查。 她怎么反而急着赶人走。 谢明安将沈宁宁半户在身后。 声音轻忧。 齐大人。 你先别急着赶我们走。 如果我记得没错。 当年你妹妹齐妃还在试试。 曾为齐老夫人请风告命。 我记得可对。 齐大人面色变了两顺。 紧咬牙帮。 谢明安说得没错。 齐老夫人利用女儿获得权势与荣耀。 也是她逼迫齐妃为她请风告命的。 献齐大人这个反应。 谢明安笑了一下。 玄机神情陡然变得严厉起来。 一位告命夫人中毒身亡。 即便死在你们家中。 也不是小事。 若是上报朝廷。 皇上也会安排人过来彻查的。 他副手。 气势十足。 沉稳自定。 齐大人你自己选吧。 是本官上达天厅。 让皇上另外派别人来彻查。 还是今日让我进去查得清楚。 齐大人脸色铁青。 眼神变幻间。 不知在犹豫什么。 终于。 她松口。 好。 谢大人。 那我麻烦你了。 沈宁宁心中更感到古怪。 这个齐大人。 怎么好像怕别人来查一样。 她跟着谢明安进了齐老夫人的房间。 齐秀威还跪在床榻边。 暗自垂泪。 她受了些许。 也憔悴了。 这会儿白瓷般的面颊上。 挂满青泪。 齐秀威抬头。 看见沈宁宁来了。 眼神有一瞬的闪躲。 宁宁。 她抹着眼泪开口。 沈宁宁安慰道。 小薇。 我二哥很会查案。 绝不让你祖母枉死。 听道。 我二哥。 这三个字。 谢明安有些高兴地扬了扬眉。 这才像样。 齐秀威垂下头。 默默地站了起来。 将床榻周围的位置。 让给了谢明安。 谢明安从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鱼长手套。 专门用来保护手掌。 沈宁宁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戴这个东西。 别看这个手套叫鱼长。 一点也不腥臭。 戴在手上。 就像是鱼手融为一体一样。 很是贴合。 听说。 要做出一副鱼长手套。 需要用二十斤以上的大鱼的肠子。 反复将洗。 再用胶水浸泡。 之后鱼裂阳下暴晒三日。 就会得到这样一副薄如蝉翼的手套了。 整个苍云国只有三副。 都在她二哥手里。 臭二哥。 你怎么走到哪里? 把手套戴到哪里? 沈宁宁嘟闹。 谢明安笑着戴上。 道。 以备不时之虚。 你看。 问题不就来了。 你去旁边坐着休息。 看二哥给你好好的证明自己的能力。 沈宁宁见其秀薇也守在一旁。 好像有些担心似的。 他便将其秀薇也带去坐下来等着。 小薇。 给你。 沈宁宁掏出帕子。 让他擦眼泪。 其秀薇不知未失魔。 异常沉默。 那双寒泪的眼睛微微垂下。 不敢跟沈宁宁对视。 谢明安已经开始摸尸排查了。 正如管家所说。 其老夫人而恐流血。 且是黑褐色。 嘴唇发污。 正是中毒的表现。 谢明安翻动尸身。 分别检查了后背。 伯格。 四肢的位置。 一番简单的排查。 他的面色已经凝重下来。 其大人走进来。 有些着急地说。 谢大人。 我母亲生前自尊心极强。 他身后是也不能这磨潦草。 你若是要剖尸检查。 恐怕太不体面了。 恕我不能同意。 没想到。 谢明安已经摘了鱼长手套。 泡在了屋内的铜盆里。 他淡淡道。 不用剖尸。 很简单的中毒身亡。 而且是极毒。 磷兰霜。 这个东西很好弄到。 只需要种植琳兰花。 碾碎花金就能得到。 我刚刚看了。 你们府邸的那院花圃里。 栽了不少。 其夫人吓了一跳。 难道真是府邸里有人要害老夫人的命? 谢明安瞥了屋内众人一眼。 害她很正常。 谁让她之前不干人事。 后面这四个字。 是她跟妹妹沈宁宁学的。 据说他们母亲沈思义留下的字典上。 就有这个词的注释。 齐老夫人坏事作尽。 毒发身亡简直是便宜她。 齐大人皱眉。 你怎么知道会是凌兰霜? 而不是别的。 谢明安指着齐老夫人身上的血迹。 凌兰霜这个毒跟别的毒不太一样。 她直接摧毁的是人体的脑部。 使得血流逆行。 窜至天顶之后崩亡。 这也是味石魔。 黑色的血率先从齐老夫人的耳孔里流出。 但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士师身上有长期服用凌兰霜的后遗症。 她指着齐老夫人两只手的手指。 指甲带都呈现青色。 这是慢性毒的症状。 沈宁宁惊讶。 下毒的人吓了两次。 齐夫人哭了出来。 到底是谁这么心狠? 非要老夫人的命呢? 谢明安冷谋平静地分析。 我倒是觉得。 这个下毒之人第一次动手。 并不想要齐老夫人的命。 而是想让她一直病着气不来。 她一定是想从中得到什么。 否则不会轻易改变计划。 至于这次, 卫石魔下多了毒。 让齐老夫人直接身亡了。 会不会是不小心? 手抖放错了。 她说这话时。 冷淡的黑眸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最后目光落在齐秀薇身上。 沈宁宁感觉齐秀薇在发抖。 她轻声安抚。 小薇你别怕。 我二哥一定会找出真凶的。 齐大人拧着眉头。 那怎么办? 这个灵兰就重在内缘。 我们府邸里谁都能接触到。 难不成谢大人想把我们都抓走。 谢明安一笑。 有些像狐狸似的腹黑。 用不着那抹麻烦。 触碰过灵兰霜的人。 她身上倘若有伤口。 就好不了。 因为灵兰霜自身携带的剧毒。 会让每个触碰过她的人。 都好过不了。 她说着。 问齐秀薇。 齐小姐。 你虎口上的伤。 应该很久了吧。 齐秀薇睁圆眼眸。 豁然捂住了手掌。 沈宁宁错愕地看着她这个反应。 小薇。 你。 齐夫人也惊愕喊道。 薇儿。 是你杀了老夫人。 齐秀薇终于在此刻崩溃。 她连狡辩也没有。 哭着嘶吼道。 她活该。 谁让她一直欺负我。 欺负娘。 像她这样的人。 就应该永远起不来才好。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她为时魔会死。 我明明很小心。 没有放多少。 沈宁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她错愕地看着齐秀薇。 在她面前哭得崩溃。 仇恨和泪水充斥在齐秀薇的眼睛里。 徐师害怕她忽然伤人。 谢明安已经不动声色地走到了沈宁宁身前。 将妹妹完全护在了身后。 齐大人面色复杂。 盯着女儿。 你。 你居然真的下狠手。 齐夫人却哭着扑过去。 抱住齐秀薇。 不是她做的。 是我。 一切都是我做的。 齐大人恼怒。 闭嘴。 事到如今你还要保庇她。 正是因为你平时没有好好教导。 才让孩子犯下弥天大错。 血缘关系上。 齐老夫人是齐秀薇的祖母。 在沧云国的律法里。 杀害三代以内的族亲。 尤其是长辈。 那可是重罪。 轻则流放。 重则砍头。 齐秀薇含泪哽咽。 目光都有些空洞麻木了。 爹。 你平时也都看见了。 祖母是怎么压迫我何酿的。 你都知道。 如果让她醒着。 她会继续逼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 她病了以后。 我才觉得生活是那样自由美好。 再也不用担心说错一句话。 露出一个不合适的眼神。 就会换来打骂。 也再也不用担心。 我拒绝跟哪家权贵结交。 会被罚去贵祠堂。 齐秀薇喃喃。 眼泪不断滑落。 她病了多好。 酿的笑容也多了。 齐大人急了。 那你也不能杀人。 我没有。 齐秀薇嘶吼了出来。 眼眶冲泄发红。 她看着自己的双手。 却说服不了自己。 我没有想要她的命。 我只是想让她别的模块好起来。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沈宁宁透过自家二哥的背影。 微微侧头。 看见齐秀薇的手掌上。 那虎口的伤已经变成了猙獰的一条疤。 一时间。 少女说不心疼。 那是假的。 她看着自己的朋友在这样的家庭里挣扎自救。 齐秀薇只是太想要幸福和平的生活了。 所以她被逼无奈。 选择了这样激进的方式。 被发现以后。 她也没有过多狡辩。 接下来。 谢明安问什么。 她就回答了什么。 齐秀薇给其老夫人下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她很谨慎。 只是想要其老夫人昏迷不醒。 所以。 每次控制着量。 按理说。 她已经做了这么久。 没道理会忽然下错剂量。 造成其老夫人死亡。 谢明安看着屋内。 哭成一团的母女俩。 还有旁边脸色铁青的齐大人。 她淡淡开口。 你应该知道。 琳兰霜是带着剧毒的毒物。 你即便下了一点。 今年累月。 也会变成要人性命的东西。 不过。 你有一点确实说对了。 她的死。 你不是主兄。 齐秀薇哭泣的声音顿了顿。 抬起头来。 有些诧异。 什么意思啊。 谢明安笑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 要其老夫人死的人。 不是你。 虽然你给他下毒了。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在此之前。 我倒是有几个问题。 想问齐大人。 沈宁宁见自家二哥伶俐的目光。 忽然转向一旁的齐大人。 他微微错愕。 连其秀薇也皱起了疑惑的眉头。 齐大人面色一顿。 明起唇角。 谢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是怀疑我? 谢明安吃笑。 气定神贤。 眼眸黑得像一只狐狸般狡黠腹黑。 例行询问。 你是死者身边接触过的家人之一。 我理应逐一排查。 这是流程。 你不会是心虚吧? 一句话。 彻底激怒齐大人。 我有和好心虚的。 他是我母亲。 我还能害死他不长。 谢明安走到尸首旁。 眼神冷了下来。 你有没有? 尸体会说话。 说着。 他开始询问。 根据尸首的程度判断。 死亡时间应该在四个时辰以内。 按照毒发身亡的速度。 林兰霜即便最大剂量。 从吞下到致死也需要两个时辰左右。 算了算时间。 也就是一早。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有人给七老夫人吃了东西。 为了避免麻烦。 谢明安直接说了自己方才查过的事。 我刚刚进来之前。 在院子里随口问了问。 你们这里的丫鬟。 七老夫人每天用药的时间是早中晚三个时辰。 各用一次。 按照这个情况。 必然是早上吃的要出了问题。 齐大人有些烦躁。 那你将主要的送药的都叫过来彻查。 不就好了。 问我干尸膜。 我昨晚一直在府衙忙碌。 不曾回来过。 那可不一定。 谢明安一笑。 他指了指齐大人的鞋子。 昨晚露众。 下过片刻的急语。 而齐大人你的鞋底干干净净。 想必是从未出过门。 齐大人低头一看。 脸色顿时黑沉下来。 谢明安又道。 但是我发现一件更有意思的事。 你的袖子上。 为何会有酒鱼? 沈宁宁朝齐大人的袖口上看过去。 只见狠不起眼的袖口内侧。 竟然真的有一趟褐色。 若不仔细留意。 绝对发现不了。 他开始佩服地看了两眼自家二哥。 怪不得他被皇帝薄薄重用。 世人都说没有一件案子。 是谢明安破不了的。 看他这样观察细微的程度。 就知道他真的厉害。 齐夫人疑惑。 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相公。 你怎么还穿着当时裴威尔去苏府参宴的衣裳。 若不是谢明安提醒。 他还没反应过来。 昨晚齐大人确实没有回家。 派小司回来传话。 说是要在公牙里忙事。 但。 即便他不回来。 公牙里也有齐大人的一间屋子。 里面放着平时需要时更换的干净衣物。 谢明安挑眉。 原来齐大人也去苏府了。 沈宁宁惊讶。 我竟没留意到。 只听齐秀微皱眉。 回忆说。 可是昨天刚到苏府。 爹就说有急事。 匆匆走了。 谢明安一笑。 眸色悠悠。 是真的走了。 还是藏在了暗处。 方便行事。 齐大人。 你自己觉得呢? 他暴毙。 怪不得我觉得奇怪。 采云一个中仆。 为何忽然背叛主子? 还有苦不能说。 选择自尽的方式。 看来。 是被你这个更大的主子收买了吧。 齐大人面色铁青。 谢明安。 你休要血口喷人。 虽然官职你比我大。 但论资历。 我是你长辈。 我只比你爹年长一岁。 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谢明安一张俊脸冰冷。 他薄唇吃笑。 给你点脸面。 你还真将自己当盘菜。 若不是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 你现在就是嫌疑犯。 本官将你提审去大理寺。 言行拷打都不在话下。 你拿年纪压我。 可笑。 本官绳之以法的那些犯人。 比你年长得大有人在。 现在都去奈何桥喝汤了。 你算老姐。 说吧。 他掏出令牌。 大理寺的皇令。 是皇上特法。 见此令牌。 等同于献皇上本人。 疑犯听令。 随我回大理寺认罪伏法。 倘若反抗。 后果自负。 违背皇令。 等同于谋逆。 一般罪行再大的人。 看到令牌都不敢动了。 然而。 其大人瞧见他拿出皇令。 却面色惊变。 随后。 猛地朝沈宁宁扑了过去。 他居然掏出了一把藏在袖里的匕首。 其夫人尖叫一声。 其秀威急忙挡在沈宁宁的面前。 爹。 不要这样。 没想到。 其大人心一横。 抬手就将其秀威推去一旁。 尖锐的刀锋划破其秀威的手掌。 连带着沈宁宁一起摔倒。 当啦。 一声脆响。 沈宁宁身上的玉环掉了出来。 正是秀木他们给的那一块。 其秀威手掌的鲜血漫延而出。 沾上玉环。 沈宁宁惊愕地看着那血融入玉环里。 当真像秀木所说。 血被玉环吃了。 淡淡的红渗透进去。 遇上像是多了红色的纹路。 难道。 小威才是石公主。 她走神之际。 其大人已经举起匕首。 狠狠地刺来。 最该死的。 是扶女你。 千钧一发之紧。 门外窜进来一道黑影。 黑狼王猛地撞开其大人。 张开血盆狼口就咬住了他的手腕。 骨骼碎裂的动静传来。 狼的咬合力。 不用想都知道力量可怕。 其大人发出惨叫。 断手血淋淋地晃荡着。 只有一层皮链接。 那匕首也顺势掉在了地上。 黑狼王一爪狠狠按住了他。 对着其大人的脑袋。 就是一顿嘶吼的咆哮。 野兽的嗤吼声。 吓得其夫人连滚带爬。 却还是选择护住了其秀威与沈宁宁。 生怕其大人再次发疯。 黑狼王因为体型庞大。 一直等在外援。 但他声性敏锐激紧。 听到争执的声音。 立刻就过来了。 恰好碰上这一幕。 其大人真是找死。 但这还不够。 陷入剧痛的其大人。 被谢明安一把揪住衣领。 想害我妹妹。 你问问自己有几条命。 他拽着其大人。 一路将她拖到其老夫人的尸首前。 谢明安死死按着她的脖梗。 给我看清楚。 你亲手害死的母亲。 论罪大恶劫。 谁认彼得上你。 其老夫人死白的面孔尽在咫尺。 谢明安按着其大人的头不断靠近。 直到其大人面色充血。 额头上青筋毕露。 他彻底崩溃地哭了出来。 娘。 你别怪我。 这是我的责任。 你先去一步。 儿子随后就来。 谢明安抓着他的衣领。 将其大人的脑袋狠狠磕在了床檐上。 连磕三下。 直到其大人头破血流。 想死。 没那么容易。 我要留着你的活口。 把你知道的事。 一五一十地吐出来。 谢明安森冷道。 他居然想伤害沈宁宁。 不把他打敌尸镜。 谢明安就对不起活颜王这个头衔。 一住香后。 大理寺的官兵都来了。 将昏死的其大人捆走。 沈宁宁正扶着其秀薇在包扎伤口。 其夫人一直在求谢明安。 谢大人。 其老夫人不是我女儿杀的。 是不是可以不抓她。 谢明安民警纯献。 看在沈宁宁的面子上。 他多嘴解释了一句。 其夫人。 我能理解你为人母的心情。 但是她下过毒。 按照律例。 还是要配合我回到大理寺。 直到此案完结。 该她的惩罚。 她是逃不掉的。 其夫人哭着跪了下来。 不要。 求求你,不要带走她。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要抓就抓我吧。 我愿意替她承受所有的罪罚。 娘。 其秀薇反而平静无比。 她看着其夫人。 谢大人说得没错。 我做错了事。 我愿意受罚。 说着。 她看向沈宁宁。 宁宁。 谢谢你肯相信我。 我没有想到。 我爹才是那个直使采云告密的人。 小薇。 沈宁宁眼眶发酸。 有些红了。 今天,如果不是她,带着二哥来。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是不是其老夫人,就会当作病发身亡。 然后被其家隐瞒下来。 小薇也能好好的。 对不起小薇。 我若是不叫二哥,来就好了。 你也不用。 她话都莫说完。 其秀薇就摇了摇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你总是在帮我。 我不怪你。 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 我愿意去承担后果。 我也不后悔。 其秀薇说完。 转儿跟着大理寺的官兵走了。 其夫人哭得肝肠寸断。 跪在地上捂着心口。 她是最可怜的人。 丈夫要面临死罪。 女儿也被抓进了牢里。 可这是在沈宁宁眼中。 还有很多疑点。 魏石摩其大人会知道将只是女子的事。 魏石摩这么巧。 会让她撞上其夫人独发身亡。 就好像将指的事只是一个影子。 有人故意引她入局。 目的是什么? 谢明安走过来。 献少女一脸不解。 你还有什么疑惑的地方? 二哥来给你解答。 沈宁宁摇头。 二哥。 我总觉得这件事。 是有人在背后织了一张大网。 她的目的不是苏甲。 也不是小薇。 而是我。 谢明安拧了你眉。 怎么会这么想? 这两件事。 都跟你没有关系。 沈宁宁说不出的感到古怪。 尤其是她留在身上的那块玉环。 之前她还给秀木的那一块。 其实是她仿照做的。 但秀木他们也莫发现。 真正被他们从长流国带来的。 在沈宁宁身上。 而这传说中能鉴定长流皇室中人的玉环。 居然将小薇的血吃了。 沈宁宁将这个猜测告诉了谢明安。 谢明安顿时皱眉。 长流国。 你最近一直跟他们在接触吗? 沈宁宁摇了摇头。 已经有几天没现了。 哥哥也一直派人在监视着他们。 听说他们最近非常老实。 除了在客栈里待着。 便是在街上买点东西。 之后就回去了。 谢明安更觉奇怪。 他安抚沈宁宁。 这是别急。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查。 他们跟齐夫人到此。 离开了齐府。 但沈宁宁担心齐夫人一个人会有危险。 故而他派人。 将齐夫人送到了方清代将军府邸里。 方清代得知此事。 也果断答应下来。 负责安抚齐夫人。 齐大人进了牢里以后。 很快就交代了。 原来。 他教所采云。 揭穿姜纸的身份是真的。 他杀害齐老夫人。 也是真的。 而他说自己这魔做的原因。 是因为不想看着齐老夫人在压迫齐秀威了。 至于他卫士魔要针对姜纸。 他含糊不清地给不出理由。 这件事越审。 越让谢明安感到奇怪。 他忽然能理解沈宁宁的那种感觉了。 齐大人完全没有理由。 陷害自己的女儿。 除非。 齐秀威根本不是他的女儿。 而且。 他背后还有其他人在指使他。 这件事很快包不住。 在京城里传开了。 齐府简直堪称惨案。 人们每每提起。 都摇头感慨。 秀木也是这个时候。 找到沈宁宁的。 公主殿下。 我想。 我们找到石公主了。 秀木笑眯眯的。 还是那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我们方才去了齐府。 问过一些下人。 他们都能作证。 当时发生冲突时。 您身上掉出来的玉环。 与七小姐的谢相吻合了。 秀木说吧。 他身边的拓也冷冷到。 堂堂公主。 居然偷梁换住。 把假的给我们。 这种行为真是不齿。 沈宁宁冷眼看他。 回呛了一句。 你们不也没发现。 你。 秀木伸手拦住拓也。 皮笑若不笑地说。 还请公主帮忙引荐。 我们想将石公主认回去。 齐秀威的罪名是下毒伤害长辈。 大逆不道。 但如果。 齐老夫人不是他的亲人。 罪名便不在苍云国成立。 沈宁宁那一瞬间。 竟觉得。 秀木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如果他不答应。 那麽面临齐秀威的。 只会是十年以上的监牢。 少女好似站在了命运的分水里。 不过这一次。 他们逼迫他抉择的。 是齐秀威的命运。 秀木一直暗中打量着沈宁宁的表情。 若是寻常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此时必然已经被逼得心神慌乱了。 然而。 坐在他面前的浮宁公主。 一脸沉静。 巴掌大的小脸素白貌美。 才十五岁的年纪。 眼眉轮廓已然有了绝色倾城的雏形。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 水眸中的漆黑成澈。 泛着波澜。 沈宁宁一直不开口说话。 分明是在思考。 可秀木却无端觉得有些心慌。 传说中。 福宁公主足智多谋。 常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点子。 秀木只怕事情莫那么顺利。 公主殿下。 他忍不住笑着出声。 十位提醒。 沈宁宁回过神来。 秀木先生见谅。 我方才实在是惊讶于你的玉环。 静果真有如此奇效。 长流国当真有不少宝物。 他说这话的时候。 拓也在旁边听见。 顿时皱眉。 不动声色地看了秀木一眼。 沈宁宁收回目光。 这件事。 我还不能急着答应你。 我要先过问小薇的意见。 这是自然。 还请公主详情告知。 十公主倘若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想必也会愿意回去献一献她的亲生父亲。 秀木说着站起身。 拱手作一。 那就有劳公主殿下了。 沈宁宁起身离去。 她刚走。 拓也已经忍不住了。 你不是说那个玉环是假的吗? 为何齐秀薇的血能融入其上? 而她。 从小长在大日王身边。 自幼被人尊称魏三皇子。 为何她的血不被玉环所接纳?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秀木看着她。 三殿下。 您不要冲动。 这件事。 我日后再给你好好解释。 现在最重要的。 是让弗宁公主帮助我们。 说吧。 秀木传来几名安卫。 商量事情去了。 她知道拓也性子冲动。 容易坏事。 故而主动请拓也避开他们的谈话。 拓也心中更生一斗。 她被大日王安排来跟着秀木来到苍云国。 只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捣毁苍云国。 可现在。 秀木竟不让她参与计划的讨论了。 岂有此理。 拓也忍耐着暴躁的脾气。 从客栈离开。 她刚下楼。 却听到一声呼唤。 喂。 那个侍卫。 拓也你没看去。 惊讶无比。 沈宁宁居然没走。 她透过自己马车的车窗。 朝她招手。 拓也左右看了看。 确认是喊她。 你看什么呀。 过来。 喊的就是你。 沈宁宁则声。 皱起好看的戴眉。 俏脸美的更加生动。 拓也走过去。 语气不佳。 公主有什么指教。 沈宁宁扔出来一袋东西。 拓也连忙接住。 定睛看去。 居然是用油纸包包。 起来的一袋糕点。 还能闻到芝麻的香味。 沈宁宁笑了一下。 其实我不喜欢长流国的人。 但我觉得你这个侍卫不讨人厌。 大概是你尝的跟长流国普遍的长相不太一样。 你的眼睛像是同。 这是刚刚买的芝麻糕。 送你一份。 你好好尝尝。 来苍云国这么久。 还没试过我们的特色点心吧。 秀木先生那么忙。 总算肯放你出来走走了。 你可不要辜负时光啊。 他说着。 随手指了一下附近的高台。 从这一路到城南。 景色都不错。 有胡鸡跳舞的酒楼。 还有花浦园。 你瞧见那个高台没有? 登上去以后可以纵观京城的风景。 沈宁宁说完就让马车走了。 徒流拓也一个人提着油纸包。 原地皱眉疑惑。 这个芙妮公主有什么毛病? 居然对她这么照顾。 不过。 她说的有一句话。 倒是让拓也十分认可。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跟长流国的人长得不一样。 大家都说是因为她像她的母亲。 她母亲早逝。 连她也没见过。 只知道是苍云国的女子。 拓也提着糕点想了想。 反正现在, 她也摸地方去。 回客栈也无事可做。 倒不如真的去转一转。 好好的看一看她母亲生活过的国度。 拓也顺着沈宁宁说的路线。 一路向南。 看到胡鸡卖酒。 也看见各色扑前伙计的吆喝。 热闹喧嚣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响在大街上。 她买了点糖糕。 顺手又给自己买了个如意结。 毕竟卖如意结的阿婆说。 这很灵的。 能心想事成。 可买了以后。 她才有些沉默。 她都不知道该求什么样的事。 心里一团乱麻。 拓也提着一堆东西。 终于站在了京城里最高的登高台下。 她本来想上去观赏美景。 顺带歇歇脚。 用些糕点再走。 没想到。 很不凑巧的事。 登高台今日不对外开放。 官兵守在楼梯口。 说今日检修。 要想上去看。 只能改日再来。 拓也没觉得遗憾。 只是有些烦躁地觉得事事不顺心。 就在这时。 她余光瞥见。 一个行迹鬼祟的人。 探头探脑地钻进了一旁的巷子里。 拓也眯起眼睛。 这个人。 她见过。 之前她夜里路过秀木的房间。 听见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她当即推门进去。 就看见这个人站在秀木跟前。 听后吩咐的模样。 当时秀木说。 她是他们安插在苍云国的眼线之一。 不过。 自从拓也闯进去以后。 秀木就默在开口。 招招手就让那个男人退下了。 那回拓也就觉得疑惑。 现在居然又被她遇见了。 她倒要看看。 这个人到底是干石魔的。 于是。 拓也扔下东西。 脚步迅捷地跟了上去。 男人在巷子里左拐右拐。 终于进入了一处不起眼的宅门里。 拓也趴在屋顶上。 悄悄拨开一片瓦。 就看见男人正在跟另外一个陌生的男子讲话。 确认了吗? 齐大人真的在牢里招了。 那齐秀薇果真不是她女儿。 千真万确。 这件事已经秘密上报给皇上了。 我听芙宁公主身边的人说。 齐秀薇似乎不是沧云国的人。 而是长流国的石公主。 果然如此。 我早就觉得她不简单。 长流最近来的秀木老先生。 私底下让我多番留意。 他不说。 还让我暗中关照。 说话的。 正是那夜跟秀木偷偷见面的人。 拓也皱起眉头。 那人又到。 这次。 秀木先生说了。 他们实际的目的。 其实是铲除一击。 目标是那个人。 他压低声音。 拓也听不见了。 正想再靠近点。 却没想到瓦片被他压出清脆的动静。 谁? 那人惊喊。 屋内的两个男人仓促跑到院子里。 带抬头看去。 屋顶上空无一人。